广东华州地区出产的华菊红 不仅是一味药材 而且当地人也用它来制作艺术品 随着华菊红的功效 得到了越来越多人的认可 近些年当地已经形成了 围绕着华菊红的产业链 本期的丰收节月子号 我们就去广东华州 看一看古老的中药华菊红的新生机 广东省茂名是 华州市西南部绵延的群山之中 蕴含着一种名贵地道的中药材 华菊红素有南方人参的美誉 明清两代曾被列为公平共品 是中国十大广药之一 2016年被评为立法保护的 岭南八大地道药材之首 现代医学证明 华菊红主要成分二氢黄酮 野七树干及幼皮干含量极高 抗菌 抗病毒 消炎止咳 化痰等功效明显 我们土壤里面含有猛食 猛食含量生长高 本身猛食就是一种药材 在药材里面种药材 那效果肯定是特别好的 68岁的陈忠明 是华州市华菊红制作工艺传人之一 我们上两三代的时候就开始做了 我爷爷 我爸爸都是做这种的 我在20多岁读完书之后 我们就干这种的 新鲜采摘下来的化菊红鲜果 经过清洗之后就可以炮制了 先用90度左右的热水将化菊红杀青 之后用利刃剖开菊皮取出果肉 化菊红的有效成分 绝大多数都存在菊皮之中 取出的果肉因为苦涩无法食用 之后就是烘干的环节 经过烘干修剪之后的化菊红 用棉线捆扎成树 接下来就需要等待时间的造化了 陈忠明所在的平定镇大领村 有中国化菊红第一村的美誉 村里大部分农户都依靠化菊红产业 我们帮他们加工 我们都是比较外面的价钱还要高一点 我们修起来 所以说对农户有一个增加修益 除了将化菊红制作成药材之外 心灵手巧的工匠们 还将它做成了一件件艺术品 84岁的赖军信 就是这一手艺的传承人 画菊红瓶的制作 是一个需要耐心和手艺的过程 每年8到10月采摘果实之后 用开水杀青 然后掏去果肉 再用草木灰一层层填充 用麻绳扎出瓶颈的造型并且晾干 待到第二年用水浸润之后 在瓶身上画上图案 用铁片一遍一遍地压制出造型 做一个化菊红瓶 需要耗费老人很大的精力 大概一锅做了有六天时间 以前我一锅就三四八锅 现在不能做了 要吃那个女儿了 我的工医呢 手工医呢 钱我钱存给她 近年来 华菊红的功效越来越被医药行业和消费者所认可 华菊红产业广阔的发展前景 吸引了越来越多的人投入其中 刘慧清就是其中之一 刘慧清的企业采用公司家农户的方式 整合了近三千亩种植园 两百多家农户 采取订单农业的方式开展合作 平定镇大领村就是它的核心产区 我定位是比较精准 我要做就做最好的最道地的华菊红 我们公司来合作 保证果农每年的菊红果的 鲜果的收成的价格 才能保证我们所收到的菊红 都能做到道地 目前 华州市已有华菊红种植面积 仅11万亩 千亩以上高标准种植示范基地10个 以发展规模优势经营主体60多家 累计吸引资金50多亿元 全市有华菊红加工企业128家 年加工能力达5万吨 全产业链年产值超过30亿元 全市有华菊红